在竞争日益计划的汽车市场以及国家政策对汽车排放标准越发严格的双重作用下 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可以选择小排量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国内不少自主汽车品牌也可以自主研发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不如说广汽代号为4A15M1的1.5T发动机和长城代号为JW4B15的1.5GTIT发动机等等 最近东风汽车也自主研发了一款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东风汽车这款1.5T发动机叫做A15TS发动机 是在原来A14T1.4T发动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过然后研发出来的 所以涡轮增压和降摩擦技术等技术是保时不变 同时又为了配合国六排放标准对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做出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技术风险低 研发速度快 那研发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据悉 东风汽车这款1.5T发动机的研发仅仅只用了34天 这么短的时间不禁让消费者起疑 这款1.5T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 东风汽车这款A15TS发动机配备VVT正式续航可变气门 以减少油耗 又为了减少活塞摩擦阻力配置了偏制式曲轴系统 可以看来A15TS发动机还是蛮靠谱的 但是具体的性能参数还是由于正处在实验阶段所以还没有出来 东风汽车A15TS发动机目前正在进行台价测试 整车耐久等实验 预计在11月底的时候才可以全部结束并正式开始量产 还有消息称这款发动机将会应用东风风神旗下的AX4和AX5旗两款SUV车型上 还有AX7车型也可能搭载这款发动机 34天的研发时间确实看起来有点超速嫌疑 但是如果东风汽车这款1.5T发动机可以顺利通过实验并保证发动机性能的可耗性 那消费者肯定是略见其成的